会场上代表们真挚的发言彰显出青春的激情和力量 学习党中央至此代表们普遍感到 至此肯定了团十八大以来 共青团在党的领导下做出的重要贡献 对当代青年寄予了殷切期望 对做好新时代共青团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 充分反映了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党的青年工作的伟大实践和探索 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对新时代开展青年工作规律的认识 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聆听党中央致词还直观地感受到了兴风扑灭 作为一名军队的团干部感到很受激励和鼓舞 也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我们所从事的工作 使命光荣 责任重大 代表们一致认为 要把党中央对当代青年的鼓励和期望 转化为工作动力 将个人的理想追求融入强国强军伟大事业中 以青春之我 奋斗之我 为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 把人民军队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贡献力量 我们新时代青年肩负着民族的希望 脚踏着祖国辽阔的大地 必将势不可挡地在强国复兴的真诚上奋勇前进 作为一名青年学员 要胸怀国之大者 强化使命担当 把中国梦 强军梦融入岗位 站位 为成为一名祖国和军队需要的未来指战员做准备 在对团中央委员会报告的讨论中 代表们纷纷表示 报告主题鲜明 内涵丰富 催人奋进 总结工作实事求是 部署任务目标明确 报告红阔高远 激荡人心 对增强引领力 组织力 服务力 团结带领广大团圆青年成长为有理想 敢担当 能吃苦 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 发出了政治动员 为广大团圆青年明确了方向 注入了强大力量 报告中铺鸠的蓝图正在续续地展开 奔跑的脚步也是催人奋进 我们的青春到底有多少种选择 有人是在冬火明虹中欢笑 有人是在阳春白雪里长阳 而我们军人青年官兵的青春 却是流藤着汗水 澎湃着热血 捍卫着尊严 这就是我们青年官兵的担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